國慶美食推薦的陳皮燒鵝 文敏帶你品味荔枝柴燒出來的 陳皮燒鵝 你好,文敏 這位是我們古獎金平香燒鵝老闆 也是燒鵝飛為傳承人 你怎麼稱呼 我姓趙 燒鵝做了多久 我們燒鵝家有八年歷史 整八年嗎 那平常每天都賣幾個燒鵝 平常每天都賣幾個燒鵝左右 那次假日也有三百隻 三百隻 不如帶我看看那些燒鵝好嗎 好… 來到這裡,這是風乾房 文哥、趙總 我真是第一次看到 這麼多風乾的燒鵝 這裡是多少天的燒鵝 那裡也是明天是星期六 一天 兩百隻 一天的燒鵝 兩百隻 兩百隻 全部都是由手工製作 前本是手工蠻毛 燒的製作方法 都是用古法的 傳統最古老的方法 是賴枝柴門果生燒 我們又去燒烤爐看看 好… 這個爐是否有八年 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我們用內火煎 內火的 也要內火,保溫 為何要用這個爐 用古法的那種呢 古法是燒出來的 燒鵝有賴枝柴的浸輕味 賴枝柴的又… 一有火之後就沒有煙 所以燒出來的燒鵝就很漂亮 連份內的就耐火一點 燒出來就輕一點 沉皮燒鵝,流口水了 沒錯 今年是拿了飛圍技藝 沒錯 飛圍前成,技藝真的是燒鵝 好…